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符合有关委员具有同一党籍不得超过五人总数了三分之一的这个规定喔 但是行政院的报告说这六位提名里面有两位是属于国民党其余是五党籍 没有错嘛 那加上任期未满的五人 攻击十一名 那十一名的中选会委员里面只有两位国民党其他都是五党籍 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状况吗 是 那请问民俗长为什么没有其他政党的代表 因为这跟之前行政院强调的点好像不太一样 我想我们在强调的是希望这个他的专业但是也要符合政党比例的原则 那在政党里面我们这个里面只有两位是国民党是符合规定的 是有些人是被提名前再去撤党还是 这个就是单一的政党就是他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这个我们符合规定 因为这个我不是很懂是其他政党不愿意推荐人选给你们 还是你们是故意找五党籍的 这些五党籍是原来可能有党籍然后之后被提名之后就变成五党籍呢 我想我们没有刻意去考虑他的政党但是假如说 因为你们行政院不断强调的是这一点啊 你会考量政党比例啊这样才是有所谓的公平公正可言啊 其实独立机关应该是不要考虑政党啊尽量是不要有政党的 这个或者是啊 后面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政党的某一个政党的人数不可以超过法定的一个比例 这跟你之前行政院一直不断强调的我觉得也不是很符合你们所说的啦 那这次的四位五党籍的被提名人中 我想请教一下秘书长有没有曾经参与过其他政党的 其实对这四个政党的 我想了解一下背景 秘书长请问有没有曾经参与过其他政党 我不是很了解 怎么会不了解呢 我不是很了解 那有请展教授 是问我政党的问题 没有啊我有请请问一下展教授 请问你有没有参与过其他的政党 我在八十四年到大概九十年左右当中有参加过新党 然后后来九十一年回到大学再重新执教边就退出政党到现在 所以曾经两次代表新党 据我所知你是曾经两次代表新党去参选立委 呃应该是三次 三次 那请问一下 那你觉得你是不是新党的代表啊 呃不是 因为如果符合行政院强调要符合政党比例奇怪的怎么没有半个 不要说亲民党好了 也没有半个台联的啊 也没有其他民进党曾经参选过的啊 都没有啊 那为什么是展教授今天被提名 呃不过我从回大尊院校之后我就 但是你的背景就是这个样子啊 背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因为 所以这个做事情政院在特别模糊的地带嘛 因为不断强调是要政党比例 大家最好都是无党籍 没有符合公平公正 没有任何政党背景 可是看来不是啊 我们展教授说都帮新党选了三次的立委了 呃这个委员 我们现在所谓他有没有政党应该 这个他是不是有现在还有有效的 我指的是背景嘛 所以我稍微想问你说那你政党是怎么认定的 你怎么认定他这个有没有政党 啊政党就是看他有没有 就是等到他被提名的时候有没有先注下他原来的党籍 所以如果都没有的话就变无党籍吗 现在台湾因为都是比这个就是以党籍为 历史长我现在讲的是背景 所以上问展教授他的背景都已经 帮新党选了三次的立委 但是他没有在 所以这个我不懂啊 不知道公平公正在哪里啊 的这个党务的 所以你的刑事认定 所以你的政党只是刑事认定 不是是以他实际上现在是不是有 啊这个这个符合啊这个政党规定所具有的要件 包括党政或者是相关的主要是党政 秘书长问我听这样子下 应该是只要他们资料送来的时候有 已经退党或者直接资料上没有写 只要直接写无党籍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个东西政党比例你根本就是全部都在骗人忽人的吗 没有强调政党比例没有强调政党不利 而是在依法规定来讲 政党同一个政党的人属 没关系接下来秘书长 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根本一点不公开也不公 完全没有公平可言啦 而且你们行政院不断强调这个 考量政党比例委员具有一党 一党集者不得超过五人总数三分之一 其实都是唬人的啦 接下来我问你秘书长 内政部跟中选会都有选举业务 两个部会怎么分工 基本上在目前的分工上来讲 选务的这个工作来讲 执行的工作方面 业务执行方面是由选务的机关就是中选会 但是在选政的方面呢 在政策的规划上是由内政部来负责 所以四年办两次选举 就是一次中央级选举一次地方信 然后中选会跟地方选举平常工作内容呢 是 工作内容是什么吗 中选会就是主要选务工作 当我们决定要选举的时候 他怎么去办好这个选举投票 还有这个公告等等这些选区的划分 这些是属于选务 可是中选会的预算书里面 中选会跟22个地方选委会 每一年的预算就十亿 扣掉六亿的政党补助款 剩四亿 四亿里面人事费就占掉了三亿六千八百万 那平常他的业务内容描述的是资料收集 选举研席座谈会 我想请问一下23个单位就是养人单位吗 若不客气来说 因为你总共编定的是345个人 我想问一下 这个其实 还是这个要方便请 我这样了解 你说前文 前文主委来说明 委员好 其实我们三百多位分到22个选委会 其实都很少了 只有直辖市大概平均十七位 那其他的选委会 欠的大概 可是四亿里面你就占了三亿六千八百万 将近百分之百 对啊 四亿里面人事费哦 然后你做的业务也只有资料收集 选举研席座谈会 一年只办两次 那你们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那谁来办选举呢 对啊 你就直接整并到内政部就好了啊 那就是大家认为这样不公平啊 你们本身这个机制就已经不公平了啊 怎么会不公平啊 你们全部的里面你们的展教授都已经代表新党选三次 其他的中央社的李委员长也说过啦 全部都只是国民党的影子不是吗 中选会 你怎么有 你怎么有什么 有什么理由在这里跟我们谈公平两个字 我们是独立公平公正来 所以听起来才觉得很讽刺啊 我想 我想这个 啊 应该看他的工作表现啊 我想 这个不是 不是啦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干脆中选会就直接废掉就好了 你不用 特别花了三点六亿战略任务 你能力也是各个政党大家认为应该要有一个独立办理险误的机关 你越讲越觉得越讽刺你们自己这个单位真的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中选会直接废掉就可以了 真的花了三点六亿人士费用 然后全部的不是新党的就是国民党不然就是中央市 这个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啊 不要再跟我讲什么机制真的这个很可耻真的 如果没有中选会来 而且不理解展教授被提名的原因真的 我们去查他的背景 真的秘书长这个很牵强啊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 孔文旗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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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文旗委员不在 孔文旗委 孔文旗 孔文旗 中选会 感谢观看